荧幕中出现红色警戒温度过高 让站务人员绷紧神经 而温墙赶紧拿出来再量一次 劝旅客没发烧才放行 亲密廉价第一天 台铁 高铁依旧大批赶着返乡的旅客 是会啊 怎么说 就是感觉你也不知道旁边的人是不是 有跟一些确诊的人接触过吗 不会啊 我觉得台湾的防疫做的还不错 宣导啊或者是一些措施 我是觉得都做的还不错 口罩戴好戴满不敢拿下来 一个个旅客在后车区 没有间隔1.5公尺的社交距离 但是明显不敢交谈聊天吃东西 就是电话戴口罩 就比较麻烦 就是可能要就是可能至少四五小时 我就会想说不要在车上吃东西 我想说等一下就先去吃东西 有什么就像中途就也不要喝水啊什么东西 其实我原本有想过要不要穿雨衣 但我觉得有点太夸张 毕竟这个新冠肺炎还是 飞沫传染的可能性蛮高的嘛 对啊那 尽量也是不让手去摸任何东西啦 就是摸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不只双铁人潮多 客运站也挤满人 来来来来 我送你一个男子来 市场转运中心看到民众没戴口罩 新北市长侯友宜好贴心立刻送上全新口罩 而这次清明廉价全台大降温 湿冷天气 阳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慢了许多 清晨开始 苏华改就出现车速慢回堵的情况 每小时车流量已经超过900辆以上 上午9点从入口处一度回堵3公里 截至2日早上10点 国营南向湖口到珠北 时速不到20公里 张望到浦岩时速也不到40公里 国营南向关系到竹林 中头到雾峰 时速也仅有30几公里 疫情冲击 即便大众运输强化防疫 但选择自驾返乡 甚至出游的民众也不在少数 欢迎新闻 王家姐杨芷玉综合报道 我让他duction了 保抺